你看林總教練蠻多的一些重用 他跟江亮偉都是 這一球主審來問一下 有 揮棒落空 正凱文遭到了三振 揮棒落空 三振掉著江亮偉 這一球有點外角高 打到了左半邊的飛球 大家全兩將上彈了回來 張正偉在一局上半 這一球把握住了一個外角高 結果順勢的推到了左半邊 形成了一支二連安打 還是沒有撿四顆壞球 保送了王政堂 這一棒打到了游擊方向 結果穿越了陳潔線的防區 這球滾動的比較慢一點 所以看到這個第一時間呢 張正偉也稍微猶豫了一下 所以現在沒有人出局 形成滿壘 這一球中間結果砸在了潘伯仁的腳上 這樣的話呢 形成了一個內野安打 safe沒有問題 三壘上的張正偉回來得分 幫助富邦漢將先持得點 還是滿壘 是 這一棒拉回來 結果一壘手籃到之後露掉了 結果陳秉潔這邊上壘嗎 沒有 裁判認為是奧斗 但是三壘上的王政堂回來得分 富邦攻下了第二分 這一棒打得扎實 左半邊安打 這一棒應該二三壘上的兩名跑者 通通都要回來得分 富邦漢將在一局下半先開大局 靠著林哲軒的這一支二兩安打 又打回兩分之後 場上是4比0了 一局後來的王政堂 哇 這一棒扎實 結果又半邊的飛球 又會一手向後退 向後退 全力打 兩分全打 讓場上的比數繼續擴大 戴裴鋒本季的第二轟 也讓場上副八 現在是6比0領先 整體來說呢 他都是教練團會看得到的 哇 這一球打得扎實 又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間也想向後退 向後退 又出去了 蔣志賢 今年球季的第一發全力打 也讓場上富邦漢將 繼續擴大領先為8比0 現在看看自己能不能夠 在控球的狀況上面 趕快修正回來 這一球打到了右半邊 結果一個受到擠壓到 算是應該用切的方式 把球給切起來 結果切的位置 落點滿巧妙的 但是因為的確是比較偏線 哇 這一球三連手 藍的 哎呀 但是拿不出來 拿起來要傳的時候呢 球掉了 這一球打到游擊方向 結果穿越 三連上的林靜凱回來得分 蘇智傑帶有一分打點 也幫助統一 在三局上半打破鴨蛋 偏外側四壞球保送 今天王振堂三個打席 選到了保送三條 是 這一球打到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衛手 向後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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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殺 正凱文把球給接到 三連上的跑者戴裴鋒 回來得分 富邦漢將攻下第九分 然後這邊呢 二壘上的跑者李宗賢 也上了三壘 但這個球正凱文厲害 這樣子 他左邊繞 右邊這樣繞 還能夠繼續看到球 不簡單 兩號兩壞 哇 這個時候來了一顆爆頭 三連上的跑者李宗賢回來得分 富邦漢將攻下第十分 單局用球數的話 那也許說不定投到第八局都有可能 但是前提就是 你要能夠控得進去 這一球看到 陳庸基的全壘檔 當這個林哲軒回過頭 去準備看球的時候 大概就知道 這一球的落點沒有什麼問題 好 這是陳庸基本季的第二發 全壘檔 也讓場上現在統一追一分回來 這一球打到了一二壘之前 穿越安打 今天萌打上三支安打 中間方向結果又穿越 本壘上的跑者現在看到繞過三壘 范國城要衝本壘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在八局下半 富邦再追加一分 11比2 哇 這一球打到中間方向 結果 落地形成安打 這樣一來的話 壘上兩名跑者 應該東東都要回來得分了 在追加這兩分 進來之後 富邦漢將現在是擴大領先為13比2 這球扎實三壘方向先傳 二壘再傳向 一壘再劍雙殺 結束了這場比賽 那中場呢 富邦漢將就是以13比2 11分的差距呢 在今年的新莊棒球場的主場開幕戰裡面呢 開出了紅牌 九比割 五天 火毛 鴨運